好那明杰一方面 日本的首相任命人选岸田文雄 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对付中国是他未来的首要任务 他也讲台海跟台湾是最重要的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周末解放军也非常猖狂 对解放军这一次又这一个在9月5号 大举出动高达19架次的 这一个包含14架的战机在内 那又入侵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那这个动作我认为除了测试台湾的空房之外 其实这个时间点背后恐怕 主要还是在测试美国的这个底线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另外发现 在台湾的东南侧 其实出现了两架的 这个叫CMV22B 就是说云银直升机的轨机 那这两架这个直升机在这里 为什么会出现 基本上它就是卡尔文申号 航空母舰上面最新配置的一个运输机 而且它的一个航路 是从这个台湾的东南面 直接在这个冲绳之间往返 那换句话说 我们先前观察到 9月1号卡尔文申号 航空母舰其实已经出横须赫港 这几天它的动向 我们一直非常关注 那结果发现 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出现在台湾的东南面的海域 那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解放军过去已经建立出一个模式 只要有美军的航空母舰 要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它就会出现这种大兵力的一个架势 来禁逼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包含像先前我们看到 6月15号有28架 那就雷根号要出南海 4月12号25架 就是罗斯福号出南海 1月23、24两天合计28架 就是罗斯福号要进南海 那甚至像上个月8月17号 那台湾的这个海空军在这个西南的这个海域这里演习 他也出动高达11架 那另外台美关系走近的时候 包含像4月19号 美国公布国务院公布 这个对台交往准则 他也出动11架 那还有3月26号 美台签署海巡的这个备忘录 他也出动高达20架 所以从过去这些网例 我们去判断一个模式 就是说这一次 为什么又在这个时间点出动19架 非常有可能就是卡尔文森号 有可能即将要穿越巴士海峡 进入南海 而这一次非常特殊 为什么讲说是新一轮的测试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落在 第一个美军完成这个撤军阿富汗之后的首次 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共公布 所谓的9月开始要实施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之后 也是首次 也就是说这个北京要求其他外国船舶 包含像这种核动力 特别是美军的航母或者是潜舰 在进入他领海前要先行通报 那先前美国国防部跟澳洲都出来打脸 说不可能美国国会议员强调说 这一次可能双方都是在测试新的底线 那这时间点的确整个国际战略态势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美国已经把整个战略中心 移到西太平洋的情况之下 未来后续的动作值得观察 那另外还有包含像 昨天的确也传出了比较罕见 是说美军的这18C 就是JoinSTAR这个联合指挥机 那在台湾的南方空域 那非常罕见是说 他因为躲避这个封面 这个进入台湾的领空 那台湾有地面广播 也希望他离开 这件事情的确引发非常多 网路上很多的争议 包含说为什么美国对我们这么友好 你居然要去这个要求 他离开台湾的这个空域 不过回过这一个基本面来看 非常有可能 过去双方基本上 就是说如果进入领空 当然台湾你如果有事先通报 在这个核准的情况之下 美国军机包含像先前 这个他的行政专机 通过台湾上空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一次可能是突然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飞进来 可能台湾的领空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担心有相关的 这个飞安的风险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不过这个部分可能也凸显 台美之间有些沟通管道 还是需要更加的畅通 譬如说要类似 这个未来有这种状况 出现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 这样用一个人道跟通融的方式 让他进来躲避封面 那美机在台海附近周边 活动已经越来越频繁 未来这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势必会更多 另外还有像RCE35S 已经发现在8月以来 已经第四度进入 东海防空识别区 而且这一次抵近青岛 将近只有20海里的距离 也是先前记录的延续 那如此的一个动作 当然就我们先前谈到说 美方在强调一个 叫针织式的嚇阻 透过空中的侦察机 不断的在这一个 紧盯解放军的一举一动 除了在他的东南阴岸之外 在这个青岛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在这里频繁出现 我认为也有可能 就是说先前传出说 在山东这个部分 可能解放军 他有部署东风26的 这样子中程的反舰弹道飞弹 所以他有任何的一个部署 或者是训练 或者相关的演训活动 非常都有可能 让美军的这一个Cobra 这一型的侦察机在这里出现 那未来的动作 当然也会越来越多 那还有回到台海自己的部分 我们自己跟美国采购的 M1A2T的战车 现在传出说 在最快大概2024年 可以分逼获得 首P38辆即将会回到台湾来服役 那这一型的战车 当然在陆军的说明里面 他拿来特别跟这个解放军的主战车 994来做对比 不管是火力或防护力或机动力 都远胜这个994 那当然先前也有争议说 为什么要买这么重型的坦克 所以我们看到 当然陆军未来部署之后 守中他的一个战场存活度 所以相关的掩体部署的基地 都会做好相关的伪装 那当然要出动M1A2T 其实不见得 要在台湾第一线就用来做打击 先前解放军不断的对外秀 他的05427登陆车 可以直接配备腰动口径的火炮 可以用来登陆抢摊台湾的一个摊案 不过实际上台湾在这个摊案部署的 包含像这个用M60A3 甚至像标枪飞弹脱式 反装甲飞弹 这些其实就足够穿 把这一个054的突击车给他凿穿 甚至不需要动用到M1A2T 那当然万一他透过气垫船 搭载96G这种更重型的坦克 甚至用行政下泄或者他两栖登陆舰 把994要运送到台湾 直接从港口下泄 这时候可能M1A2T 他就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过这样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 那回到整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看到攻击对台的骚扰 其实越来越频繁 台湾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 因为他的另外一个手段 就是透过每天不断的来骚扰 让你台湾可能看久了这五感 然后就这个温水煮青蛙 失去相关的警觉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有这个预防万一的准备 避免他这个突然来这个对台湾 进行相关的一个突击 我们稍后回来 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